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科技微报,我是风云 今天360在北京正式发布了全面平行级N6 该机采用三段式全金属机身 配备5.93英寸1080P屏幕 搭载高通630处理器 最高配备6GB LPDDR4X雷传 搭配64GB存储 5000mAh电池 同时支持快充和反向充电 前置8万后置1300万像素摄像头 至于价格,360N6将从1399元起 此外,发布会上同时带来了360N6 Lite 该机采用5.5英寸1080P屏幕 搭载高通630处理器 配备LPDDR4X雷传的4GB加32GB存储组合 420毫安时电池 前置800万后置1300万像素摄像头 价格正是999元起 不得不说今天的这两款手机性价比真不错 那么你会选择吗 随着众多品牌对全面平手机的追捧 洛基亚也不能只靠情话买手机 据媒体报道 一罐信号为TA1054的星际洛基亚6 两项工信部网站 不出意外 这将是洛基亚首款全面平手机 从图片来看 洛基亚6与现款洛基亚6区别不大 但采用了全面平设计 质问识别移到了手机后方 同时后置单设 配置方面 以后媒体声洛基亚6搭载5.5英寸18B9全面平 配备高通骁龙630处理器 会以4GB加32GB的存储组合 由于全面平设计 该机将采用虚拟导航按键 后时也不会加入洛基亚7同款的BOSING前后置拍摄功能 魅族将于明年初发布其他新手机产品 魅族15plus 这款手机由黄昭浩斯一年打造 昨天有网友报道 魅族明年3月份开始 全年会出6款产品 5款采用高通处理器 1款采用三星处理器 交为涵盖1000到3000元挡车 结合此前曝光了内部微信截图来看 联发科芯片或许以后只会用在魅蓝品牌星期上 这下没了联发科 这个好机友 魅族将会大爆发吗 今年iPhone通过了全面平 直接砍掉了指纹识别 带来了面容ID 小米三星则采用了后置指纹 不过也有厂商强行塞入了正面指纹 三种方案从目前来看都称不上完美 虽然苹果最为激进 但对Face ID的吐槽之声也是不绝于二 今天新世国际宣布 全球手管屏下指纹传感器 Clear IDFS9500 它直接封装在AMLA显示屏模组中 由于箱在屏幕内 所以它能天然的具有扛油污 扛水质扛灰尘的优势 新世国际强调 FS9500已经提供给了一家Top5的手机厂商 并合作量产 值得一提的是 微博采明线经理韩博校接受采访时透露 他们会首发屏下指纹手机 新世国际表示 明年1月份的CES2018上 他们就会展示这款手机 从上月开始 PIMPLE对名称开启了全面汉化工作 最新的软件名称汉化4++LZOP名称汉化为隔空投送 而TACIID也将被汉化为触目ID 在软件之外 苹果设备的印记名称也开始进行汉化了 目前在苹果官网上 原本命名为Magic Mouse 2的苹果鼠标 现在已经被命名为妙控鼠标2 而在iMac产品线介绍中 Magic Cable已经被翻译成了妙控键盘 不过苹果目前显然还在对官网的数据进行修改中 可以确认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商品将会有中文名 苹果在此间表示中文汉化名称要的是姓娜雅 不知道最新的妙控系列产品 国粉们还满意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赏马关注微姐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